小豬學長 朱立仁 就是有問他一些未來的發展 或是在場上的那個 就是心態啦 心理層面的問題 比較多 我這幾天都是擁擠學長 幾乎都是擁擠學長的腳步 擁擠學長就教滿多啊 小動作啊 就是教的真的都是比較細膩的東西 那我會跟他們聊天 是因為他們都不敢講話 就是比較害羞 跟我以前高中的時候一樣 不太講話 就是來這邊就有放短時間 就是希望他們多發問 那我們就是以討論的方式 有時候講的不一定對嘛 那我們可以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畢竟棒球很多事情 很多棒球知識每年都在進步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大家一起討論棒球的東西 高中球員嘛 他們的姿勢都越來越好 就是身材也都很不錯 就是跟我們那時候 比較起來可能比較 就是更壯碩這樣子 對啊 可能現在就是科技比較發達嘛 然後他們就是可以在網路上 找很多棒球知識這樣 這也是他們進步 可以進步那麼快的原因這樣子 指定人來看看 可以進步 他會想說 你們最近的路面 就是這麼多人